說到名字裡面有Izzy這兩個字母的女人 全球環保運動的人士 Ezzy Cook 上了電台 不小心的說出來 整個環保運動 節能減碳跟左派的方向 有多麼的假冒偽善 有多麼的噁心 在現時的環保運動 我不認為那是必要的 當時你上船上船上船 I'm not sure 可能幾個月後 Where did you go? Fiji Izzy Izzy 你不關心的氣氏,Izzy 當然我關心的氣氏 Not enough You went to Fiji Izzy Come on Maze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It is pretty ironic But to be honest It's not really a trip that I wanted to go on But I can't really get out of it Why'd you go?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回應 如果有人在那邊跟你說什麼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 世界只剩12年,地球末日 遇到那些神經病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嘲笑他們 我們也認為氣候在變遷 但是我們不相信地球會毀掉 氣候每一年都會變遷4次 而且很明顯的是那些在傳達這些資訊 這些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他們自己也都不相信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坐飛機就會導致世界末日 那他們還繼續做的話 只有兩種可能 就是第一個 他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說的話 第二個就是他們 是一群喪心病狂的變態 想要導致世界末日 但是他們還是常常坐飛機 比我們這些一般的人常坐多了 所有這些全球化的議程 說什麼我們要開始在那邊吃炸猛啊 蟲多好吃啊 又營養又高蛋白 然後什麼我們要節能減碳啊 不要有自己的人生 不要有自己的家庭 要住在一堆這個膠囊裡面 不要吃肉 肉食不好吃素 不要喝牛奶 不要坐飛機 不要開車 要救地球啊 地球只有一個啊 說這些話的人 幾乎每個人沒事就坐著私人飛機 沒事就飛到地球的另外一邊在那邊度假 滑雪 不管是跟家人 或是跟另一群說這些話的有錢人 在那邊一起爽 所以說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理會這群人在說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的確要知道這是一場政治運動 我們要認知到這一切的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有錢人 這麼多的政治人物 在那邊吹捧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這些東西 真的是因為什麼科學嗎 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嗎 當然不是 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為了這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兩件事 權利還有金錢 這會讓他們得到更多的權利 他們的科學研究會更有權利 他們的國際政治會更有權利 還有包括他們使用的這些大公司 他們支持的大公司 就用COVID-19做個例子 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大公司 還有所有的大的集團 還有政治人物 不管左派還是右派 都支持著關閉整個國家 真的是因為他們認為 我們只要跟彼此接近超過6英尺 6 feet 然後把什麼臉上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會死嗎 因為他們真的在乎我們嗎 當然不是 因為他們常常不遵守他們立下的規定 只要攝影機沒有在拍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們的奢修布拿下來 加州的州長 會跟一堆人去Brench Laundry 很高級的餐廳用餐 全舊金山只有Nancy Pelosi's 可以在外面洗頭 所以這一切都只是假冒偽善嗎 或者是 他們也是人啊對不對 跟聖經說的一樣對不對 聖經的律法在那邊 但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還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跟我講的 在那邊跟我說什麼 你看所羅門王啊 你看大衛 你看摩西 我真的當下覺得說 你們把他們這些人 放在所羅門王還有大衛 還有摩西一樣的位置啊 神學院們 你們到底在教你們的學生什麼東西 那他們的意圖是什麼 我們就拿新冠肺炎來講 新冠肺炎做到了一件事 就是人類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 中小企業跟普通家庭的手中的財富 轉到了大財團跟政府的部門 絕大多數的事件都有非常大的 金錢利益跟政治權利在裡面 就跟二戰結束的時候 英國首相說的一樣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永遠不要浪費一個好的災難 就跟你在你跟老闆要加薪的時候一樣 有沒有發現平常老闆都開名車 住大方然後說什麼自己去哪裡玩 然後說你好好努力有一天就可以跟他一樣 然後你跟他說薪水可不可以高一點 我可不可以請個假 這個時候就變成 你也知道公司最近大環境不景氣 然後股市低迷客人又要來 招呼他是你們的責任嗎 說真的就是要嘲笑他們 這一切都只是假冒為善的行為而已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